大家好 我是帥仔達 今天我們看出發的地點 都是主教座堂 看上去那幾隻槍 大家都應該看到 真是有些玻璃的雕塑在這裡 今天我們和大家走的是這條行 這條行就叫做主教行 一會再和大家看個街牌 而這一棟就叫做天主教的主教公署 這是舊的主教府來的 主教辦公的地方 1835年已經在這裡 有主教公署的時候 我們繼續向下面走 這裡 我以前也來過主教座堂 亡尼薩的 平時我們看這些車 神父或怎樣 就從這個洞走出來 他們的車 好 我們繼續走下去了 其實主教行 應該有沒有開呢 這個書局 我先退一退出來 都很多年歷史的了 我以前真的要來這裡 聖寶禄書局那裡 去買一些聖珠 聖鏈 我說在中學的時候 經常都會去念阿經 都很相信天主 現在都相信 都相信 只不過是真的少了這些習慣 這裡也有很多店鋪在這裡 因為這裡一直下去的時候 就是板杖堂街 你們看 如此都可以在這裡吃 好笑 我平時這裡 這些車位滿了的 不過今天 可能大家都很少來這裡走 所以這裡竟然這麼多吉 平時這裡一位難求 來到這裡 大家看到前面有一棵樹之外 你看到麥當勞 竟然就在這裡的建築物裡面 1927年起 網網上有寫的 而這裡其實就是現在伸促的麥當勞 麥當勞就在這裡進去的 其實我們澳門附近的街 很多都必須要保留版原有的建築立面 然後裡面才可以開他們想開的東西 其實這東西做得挺好 有我們這裡建築的特色 也都能夠享受到現代的一種的食物 麥當勞 或者其他的 你看 銀行都是這樣 除了下面的招牌叫做新正地之外 上面那裡你看 起碼好幾十年的歷史 這些就是我們澳門經常都看到的特色東西 好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嗯 好 我們下次再見 您可以 наж點一把它對嗎 是的 謝謝